这第一题 慢着 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是全部答对了呢 风格尚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 不是我说你 你看你长得本来就不咋地了 这万一要答错了 那还能看吗 你 风格尚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 我 我 何为道 本先师呢 自幼博览群书 专研各种点及无数啊 这算什么问题啊 古人云 大道无形 可以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可以运行日月 正所谓道在天地 山河为道 鸟兽也是道啊 这算是没问题 和尚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答对了 他答对了 这开什么玩笑 他说不知道 对啊 我也不知道 不是 你不知道你问什么嘛 不知道才要问 对啊 对啊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 做人要谦虚低调 你看你看 哎呀 哎呀 何为无情 我 我最初 我 我不玩了 哎呀 哎呀 又死你敢打我 我干什么 哎 先生 我看了不可 这位施主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更何况 平僧的师弟 是个傻子 傻子 打傻子是犯法的 犯什么法 我跟你骗了 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 你给我挡着 你把我挡开我 你把我挡开什么 你把我挡开什么 总要大挡 你只摸我的脸 他敢做 姑娘 我打他 你心疼吗 多谢指点迷接 大师 我还有最后一问 嗯 你若答对 我从此离去 就此不再出事 人妖书徒 你若不舍 是会害了他的 何为请 请 妈咪妈咪虹 你敢 哟 哟 小妖家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啊 请 何生 出家人慈悲未怀 他不过一介凡人 你今天若敢动他 我就杀了你 哎呦 你看看 这 就是请 这 就是请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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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仁世杰如此残酷 明明有情却不能终成眷属 你身为妖可修行千年 他只过一剑凡人七八十载变化作尘土 你忍心得见 心若有情纵相隔天地 亦会牵挂惦念 此生无缘未必来世无份 小妖精 你可明白 公子 公子 你还记得那首诗吗 曾经沧海 难为首 初去巫山 不是云 季公长老 这妖怪可降服了 走了走了 季公长老 果真是神通广大呀 陈施主放心 捉妖这种小事 我师弟可是手到擒来呀 不过 明天的水陆大会 还是应该由贫僧来主持 毕竟 佛法 还是贫僧比师弟要精通得多呀 我师兄说得是啊 我其实就是吃吃肉喝喝酒 捉捉妖什么的 季公长老玩笑了 明日法华寺的僧人 也会来为广明师父护法 好 季公长老 下官已亲自备好了香火钱 行行行 师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出家之人 那钱财那是身外之物 你怎么能够 陈大人 我是兄说了 钱财身外之物 不要了 不要了啊 好好好 咯 allocation 奥夷复